许多人纷纷表示,在新北市,最具有天母特色的地区可能是新店和林口 新店被网友形容为很偏僻但自以为是天龙人的地方 当地山区景色优美,宛如置身于欧洲 此外,新店也有不少国际学校的设立,为这里增添了国际化气息 对许多人而言,台北市天母的名号早已深入人心 这个地区以悠闲舒适的氛围和独特的国际化特色文明 从特色餐厅到众多美国 日本和欧洲学校的设立,都为这里增添了不少魅力 日前,一名网友在PTT上发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提问 如果台北市最高的地位是天母,那么新北市的天母又在哪里呢? 这个问题引起了众多网友的热烈讨论 许多人纷纷表示,在新北市,最具有天母特色的地区可能是新店和林口 新店被网友形容为很偏僻但自以为是天龙人的地方 当地山区景色优美,宛如置身于欧洲 此外,新店也有不少国际学校的设立,为这里增添了国际化气息 另一方面,林口也被认为是新北市最接近天母地位的区域 林口拥有多所美国学校,交通也相当便利 离机场景区短短的车程 再加上林口是新北市收入最高的区域之一 当地居民的生活品质也相当不错 不过,也有人提出了另一个可能的候选人,板桥 有网友指出,板桥的新板特区在某种程度上模仿了台北市信义区 因此也具有一定的高档气质 此外,该区域也是新北市最为昂贵的地段之一 对此,也有网友提出了一些看法 他们指出天母之所以有国际化的感觉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地曾经有美军的存在 因此要真正找到新北市的天母 也许需要考虑这一点 总的来说,新北市的天母地位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新店、林口和板桥新板特区都被网友推举为可能的接班人 但具体的答案仍然众说纷纭 这也反映出,要找到完全符合天母标准的地区并非意思 需要中海考量多方面因素 未来,随着新北市的发展 相信必定会出现更多接近天母定位的地区 届时,这一问题或许也会有更加明确的答案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他的一位朋友在耶旦城开幕前一天就已经心情低落 并形容耶旦城比金漆还躁愈 人流比血流还塞 这篇贴文引起了网友热烈讨论 许多人认为交通是主要问题 台湾新北市的耶旦节庆典 以及璀璨灯饰和节日气氛闻名 每年都吸引众多民众前来参与 2023年的新北耶旦城于11月17日盛大开幕 但这场年度盛事却引起了部分当地居民的焦虑与不满 一位女网友在德卡尔上发文 以耶旦城又开办了 板桥人真的快乐吗 韦提表达了他对此事的看法 他指出新北耶旦城每年举办长达一个半月 这对许多当地居民来说 是一段压力与不安的事件 他提到 他的一位朋友在耶旦城开幕前一天就已经心情低落 并形容耶旦城比旌旗还遭遇 人流比血流还塞 这篇贴文引起了网友热烈讨论 许多人认为交通是主要问题 一些居民抱怨说 耶旦城期间 回家的路程几乎要延长半小时 尤其是晚上下课后 交通拥堵使他们感到疲惫 还有人提到 即使购买了对号座的火车票 也不一定能上车 或是因为耶旦城而无法使用U-BIG 然而 也有不少人对耶旦城抱有正面看法 一些居民表示 他们非常喜欢耶旦城的热闹气氛 有人说 因为他们主要靠走路和捷运出行 所以耶旦城对他们的交通影响不大 他们享受在耶旦城灯光下散步的感觉 认为这样的环境能带来节日的气氛 另外 有人提到 假日时 府中和板桥会有更多事迹可逛 这也是一种乐趣 综上所述 对于新北耶旦城 板桥居民的感受呈现出两极化 一方面 交通拥堵和人潮带来的不便 另部分居民感到压力 另一方面 也有不少人享受这场盛世带来的欢乐与灯式美景 认为这是板桥的独特魅力之一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e 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蒋万安分享道 索隆的角色不论面对多大的困难和挫折 都坚持要成为最强的剑士 他希望这个角色能够影响更多的孩子 经历他们面对困难时 也能像索隆一样 不断进步 在昨天举行的第十五届 天母搞什么鬼万圣节嘉年华上 台北市长蒋万安扮演日本漫画航海王角色 罗罗亚索隆 与市民共相胜举 这次活动是疫情后的首个万圣节 蒋万安希望透过此活动 能带动天母商圈的繁荣 天母搞什么鬼万圣节嘉年华是台北市热门的传统活动 今年迈入第十五届 蒋万安市长在其大儿子蒋德利的鼓励下 选择扮演航海王中的角色罗罗亚索隆 索隆是这部热门漫画中的主要角色 以其三把刀的独特技巧文明 蒋万安在市集中展现出索隆的形象 绿色的头发和双剑成为焦点 前一晚 蒋万安在其脸书上分享了一张背影照 只显示他的绿发 这引起了网友的广泛猜测 许多人猜中他将要cosplay的角色是索隆 市长表示 选择这个角色是因为航海王近期推出了真人版影集 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 他的儿子也建议他扮演索隆 形容索隆很帅 更特别提醒他 这个角色的特色就是三把刀 其中一把还要用嘴巴咬住 蒋万安分享道 索隆的角色不论面对多大的困难和挫折 都坚持要成为最强的剑士 他希望这个角色能够影响更多的孩子 经历他们面对困难时也能像锁龙一样 不断进步 此外 活动现场也预备了4500个限量版的南瓜桶 里面装满糖果和饼钱 供小朋友玩Treat or Trick 有250间店家更是悬挂南瓜灯笼 还有动漫人物见面会和终止球队喂群龙的摊位 吸引了大量的参观人潮 最后 蒋万安指出 他希望透过这次活动能够带动天母商圈的发展 并表示天母地区的国际化氛围非常适合举办这类国外节庆 他也希望万圣节能够成为台北市的一个品牌 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